卓尔在主场迎战轻到广海,向来有中甲霸发之称的他们,绝对不是一个好对付的对手, 但是最终顽强的卓尔在少艺人的情况下,还是拿下了对手,不少球迷都表示,对于冲突这件事,武汉卓尔已经拿出了强队应有的任性和实力,确实对于一支想要升级的队伍来说,无论条件多么福利,球队最终还是能可付困难去赢球,这就是一个强队应有的气质,在比赛的上半场,卓尔就遇到了大麻烦, 万人拉贝尔争抢,时不慎抬脚过高,被主才直接红牌罢下了场,这就意味着卓尔只能在剩下的大多数时间里以十人来迎战,可好在下半场裁判叛罚了青岛黄海进去内犯规,面对点球的机会卓尔自然不会错失,姚汉林主罚命中,最终卓尔在主场全取三分,在拿下这场胜利之后,卓尔积分榜投名的位置进一步被巩固, 由于联赛第二和第三,在这场比赛里先后搬传,所以卓尔对于第二年杭州旅程已经领先多达五个积分,面对第三更是拉开了整整九分,由于中甲还有七轮比赛就将赛季结束, 从现在开始就真的可以,说卓尔冲超这件事情已经成定局了,不出意外下赛季的中超赛场上又将出现一支展现的球队,目前的卓尔已经可以开始展望下赛季的中超联赛了,而球队能够顺利冲超,最大的功臣就要输主教练李铁了, 再来到球队一年以后,就能够带领球队完成冲超,这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,而这却已经不是李铁第一次这么做了, 早在2015年时,李铁就曾率领和北华夏幸福成功冲超,如今再次成功带领武汉卓尔上岸,这位41岁的新帅,无疑已经成为了冲超专业户, 两支球队都只结束了一年,却都能够把工作做到最好,可以说作为主教练的李铁在场,下巴挥出了巨大的牵制, 如今只能带些低级别队伍的他,心里军队还有着更大的目标,相信在不久之后,李铁就能够出现在更高级别的赛场上。